杨子作为节目后年轻一代的四小花旦 这几年的事业可谓是发展的顺风顺水 前段时间的热播剧《长相思》落下帷幕 并且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不过《长相思》结束以后 今夜的杨子也没有停下脚步 正在准备下一部电视剧《成欢祭》 正在杨子准备《成欢祭》时 剧组把拍摄地选在了一个农村 而作为主角的杨子也来到了取景地 有不少网友得知杨子的出现都纷纷前往围观 但是杨子在现场的状态也受到了不同声音的争论 不得不说杨子现在的名记真的是越来越大 知名度也非常之高 得知杨子的通告剧组到达之前 就许多村民和粉丝都已经提前到达了现场 可以看到现场是在安徽的农村 环境看起来是比较简陋的 杨子当天穿着一身米白色的连衣裙 看起来状态很好 即使没有精致的造型和漂亮的服装 但也难以掩盖杨子出挑的气质和身材 但是在现场有许多网友拍的照片中 可以看出杨子的身高 和他当天所穿的鞋子有比较大的争议 可能因为是网友随手一拍的 没有太大拍照技术的缘故 杨子看起来似乎只有1米6左右的身高 和旁边的村民看起来身高相似 但资料显示杨子足足有1米67的身高呢 不过到底是明星 整体看起来身材比例和气质还是十分出挑的 最主要的是他被许多网友吐槽 较大的穿40码的鞋子 但是这主持有一点是有些夸张了 毕竟在当代社会 其实女孩子较大也没有什么不妥 网友们主持有些无聊八卦了 毕竟对于演员来说 说到底还是个职业 不管再高的颜值或者是再好的后台 都只是一时的 演员的持久发展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的职业素养和演技是否好 这一点无疑杨子做到了 多年来他都是兢兢业业的 在业内的口碑和敬业度是公认优秀的 还有一次杨子出席某商场活动的时候 也被许多网友抓派了原图 然而从照片的角度来看 杨子的脚确实和旁边的男士差不多 为此许多网友质疑杨子脚大 但喜欢杨子的粉丝都知道 杨子的脚并不大 这显然是恶意抹黑偶像 所以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要恶意去重上那些优秀的演员 作为同性出道的杨子 他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说是当下最火的女演员之一 他不仅有着出色的演技 还有着超高的流量 为多部热门剧作品打来了收拾和口碑 他的粉丝们称他为妄负体制 因为他曾经和很多当红男性合作 都能擦出火花 创造出国民男友的人气 但是杨子的成名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曾经因为外貌而遭到冷落和替换 也曾经因为身份而受到质疑和攻击 他是如何从一个小童心一步步走向顶流女演员的呢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他的演艺经历吧 七岁出道 杨子成为了可爱的小童心 杨子出生于北京市房山区一个普通家庭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10级表演戏本科班 他从小就对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 七岁时就开始拍戏 2002年 他因为出演古装历史情感剧《校庄秘史》 而开始展露头角 2004年 他并借青春校园喜剧片 《女生日记》 听名了第12届中国电影童牛奖 优秀儿童演员奖 此后他因为主演情情喜剧 嫁有儿女而被观众数字 在这部剧中 他扇了一个叫小雪的活泼可爱 聪明机灵 善良勇敢 爱恶作剧的小女孩 这个角色让杨子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国民闺女 也让他收获了很多粉丝和关注 12岁转型 杨子遭遇了外貌危机 杨子天生娃娃脸 小时候很可爱 长大了在影视圈一众颜值爆表的女性中 就显得不那么突出 因为外貌 他经历过不少的冷落 12岁时 他参演了近代革命史诗剧《战长沙》 在剧中 设演了一个叫胡香香的角色 这个角色本来是由李小冉扮演的 但是李小冉因为怀孕而推出了剧组 杨子接下了这个角色 但是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嘲笑 有人说他长得太丑了 不配和霍景华这样的帅哥搭戏 有人说他演技太差 不配演这样的重要角色 杨子当时很受伤 他甚至想过要放弃拍戏 16岁突破 杨子凭借《守株人》 获得了金凤凰奖奖 杨子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他继续努力拍戏 寻找机会 2012年 他凭借《惊悚悬疑》一片《守株人》 获得了第14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 金凤凰奖新人奖 《守株人》是一部《惊悚悬疑》电影 于2012年8月23日上映 杨子在片中饰演《守株人家家》 并为该片配唱主题曲《寂静的瓦丽》 杨子凭借该片 获得了第14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 金凤凰奖新人奖 这是他首次获得电影类的奖项 该奖项是由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颁发的 旨在表彰优秀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和新人 20岁转折 杨子因为欢乐颂而被重新认识 2016年 杨子参演了多世之场女性剧《欢乐颂》 在剧中是演了一个叫邱盈盈的角色 邱盈盈是一个性格开朗 爱情单纯 工作热情 喜欢吃喝玩乐的90和女孩 她和其他四位女主角住在同一栋楼里 共同经历了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烦恼和欢乐 这个角色让杨子再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也让她提名了第29届 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蓝奖最佳女配角奖 同年 她被南部娱乐周刊评为90后四小花蛋之一 24岁爆红 杨子凭借香蜜沉沉静如霜 嫁得热爱的成为顶流女演员 2018年 杨子转了古装神话剧《香蜜沉沉静如霜》 在剧中摄了一个叫紧密的花仙子 紧密是一个天真无邪 善良勇敢 对爱情忠贞不已的女孩 这个角色让杨子取得了全国同时段电视剧《首饰冠军》 也让她和邓伦成为了当红的荧幕情侣 2019年 杨子转了青春励志 言情剧《亲爱的热爱的》 在剧中摄演了一个叫童年的女孩 童年是一个聪明能干 独立自强 对电竞有着浓厚兴趣的90后女孩 她和李线摄演的韩商言 相识相恋 一起在电竞行业打拼 这个角色让杨子获得了颇高的关注 并凭借该剧获得了第26届华鼎奖 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奖》 同年她参与了消防题材电影《烈火英雄》 这个电影让杨子展现了自己的另一面 也让她凭借该片获得了第16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 最受大学生欢迎女配角奖 提名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第11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配角奖 杨子凭借这两部剧和一部电影 成功从国民闺女转型成顶流女演员 她不仅有着超高的人气和流量 还有着部署的演技和口碑 她不仅戴红了自己 还戴红了很多合作过的男性 如邓伦 肖战 陈伟廷等 她被称为妄服体制 也被称为国民老婆 她是无数观众心目中的女神 也是无数导演眼中的宝贝 最后小笨想说 杨子是一个从小就开始拍戏的童心 她是一个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而逆袭的典范 她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实力 也用自己的笑容感染了无数人 她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也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 她是我们的骄傲 也是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一起为这位同心养子而欢呼 为这位爆款女主而鼓掌 我们的骄傲